詞曲 李宗盛 欢迎收看Minecraft极限生存,我是尼亚斯 那今天呢,我们就是要来洞穴探险啰 对,所以我们先把装备穿上吧 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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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着装MV盾牌掏出来,OK,很好 那,诶,诶,诶,我怎么刚进来就晚上啊 不会吧,睡个觉睡个觉 OK,OK,好 那,今天呢,我们就是要去洞穴探险 但是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进度 就是,其实我在这边二楼做了八个熔炉啊 到时候万一我要烧很多东西可以用 那三楼的话呢,我做了四个大箱子 然后有稍微归类一下 这边是放方块类的 到时候我会再归类更多 这一集就先暂时这样 然后我预计到时候收集更多的铁钉的时候 我想要做一个漏斗,做一整排的漏斗延伸这个树 然后可以让它延伸到最底下的那个箱子 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我不是在这边有放两个大箱子吗 这个呢就是我出发或者是在楼下需要用到的材料 所以万一不足的话我可以从上面的补给直接传下来这样 我就很方便了 那可惜的是它不能往上传 有点困难,有点麻烦 对,所以就不理它这样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我这边做了一个小花园 目前就先这样啊,我目前只想到这样 所以是有点简陋啊,这边是甘蔗 它到时候会长高,会比较好看一点这样 那我这边做了一个 啊,这边还缺一个东西 我这边做了一个步道 小小的步道 看起来走路会顺一点 我们今天就是要去蜘蛛洞 来探险 因为我发现了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洞穴这样 但是我想一下身上材料够不够啊 火把木棍 嗯,我觉得我应该要再多带一点 那个煤炭 对,而且死掉的话就一定删除记录嘛 对不对,所以有难度我才要带水桶 万一跌入岩浆的话 对没有错,那个山洞里面有岩浆 对,所以很恐怖啊 只要跌入岩浆就很惨 所以我们就要带一个水桶,准备好 所以就先这样吧 好,那我们准备出发去那个蜘蛛洞 对 后来我想了一下我带20块烤牛排好像太少了 所以我又多回家做了13个面包 带在身上,应该就会比较够了 然后我有点忘记是往哪一个方向 好像是这里,然后这边吗 嗯,我要找一下 啊这里这里这里,没有错 这边有一个非常深的一个洞穴 然后往下走的话,你就会发现别有洞天 诶,是这里吗?啊对啦,是这里没错 好,大家有没有看到 非常大的一个洞穴 那我自己有稍微下去沿着水流啦 但是,还好没有被苦力怕炸中 那时候天上就掉下一只苦力怕 天降苦力怕 所以是蛮危险的 那我们就先 等一下我看一下这副架还有什么东西 其实这边真的蛮危险的 然后,这边还有更多的红石 但是,岩浆真的好多 我们也需要收集点岩浆啦 所以我们这边就收集多点岩浆吧 对,岩浆也是很重要的 然后,那边还有红石 来,放一下红石吧 不,还放一下石头啊,讲错了 哎呦,不行 OK,很好 那我们就在这边再挖红石吧 哦,我看到锁链桩 锁链桩的僵尸欸 诶,它掉下去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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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差点忘记了 在这水流底下有金矿啦 我忘记把它挖掉了 现在才想到 好,我们上来挖一下金矿吧 那我们先把石头拿出来 垫高一下 然后,把它挖掉 OK,就只有两个了 好像有点少欸 然后我想要在这边弄一个 懸崖的走道 步道 可以绕过去 虽然好像有点危险 OK,我还在金矿高那个地方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 我这边已经挖了一个 蛮长的一个步道了 算是 呃,比较安全一点点了啦 对 至少比较宽了 然后,我在中间的时候 发现对面有一个洞穴 所以我这边盖了一个桥 那这边其实也有一个大洞穴 然后这边还有金矿跟煤矿啦 金矿是还好 所以我们先暂时 呜呜呜呜呜呜 哪里 看到了看到了 嚇死人,等一下等一下 我要我要我要 等一下喔 我很怕这边还有其他怪物 等一下 OK 好 正面对决吧 OK 他要被烧死了 很好 我这边这边再插个火把 不然好危险喔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满深满暗的洞穴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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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走开,走开,走开 走开 走开 应该死了吧 OK很好 吓死人诶 還好 还好我有准备够多的,那个 還有我有帶盾牌 謝謝觀眾的提醒 然後這樓上其實也蠻恐怖的 一直苦力怕下來我應該也是死了 所以 隨時關注一下樓上 真的是有夠恐怖的 我火把不足了 我做一下火把 不要偷襲我喔苦力怕 不要偷襲我喔 幫我看著後面 拜託了各位觀眾 對 拜託了 然後 我們繼續前進看一下這附近還有什麼 欸 到底了 樓上應該不會有生怪吧 如果生怪我真的會發 發瘋喔 不是發飆 是發瘋 真的 會太恐怖 一直苦力怕掉下來應該就死了這樣 可是鐵裝不知道活不活的下來欸 我有點想要測試欸 我自己下在開一個極限生存 我自己私底下測試一下 我穿鐵裝會不會就是被炸的話直接死掉 對 要看一下 然後煤礦我暫時先不理啦 因為煤礦其實並不是很缺 然後這邊有點危險 我暫時就不再過去了 對 好了 我們回到剛剛的吊橋了 我們現在要來探索這個吊橋 對 然後看一下這邊還有什麼其他的東西之類的 我聽到殭屍聲 在哪裡 聽起來像在樓上 要小心一點 他們這些怪物是很陰險的 不對 不是很陰險 是非常陰險好嗎 來到頭上冒出一隻苦力怕說嗨 也不是很 也不是很令人驚訝的事情對不對 哇 這邊真的好大 這邊有點危險喔 多插點火把 我先上去看一下這邊還有什麼好了 更多的煤礦 跟鐵礦 欸 這邊真的好大喔 這是樓上 好了 我們的石鎬耐久度快不足了 所以我丟掉換做一個新的 然後做一個合成台這樣 然後肚子有點餓 吃一下食物 那我看到這上面還有路 所以我們就 欸 好 沒事 這上面還有路我們就往這邊走好了 但是 其實看起來蠻危險的 不要有怪物啊 拜託 啊 這邊也是一個很大的洞穴嘛 而且 樓上有亮光是 欸 這地方我來過是不是 啊 有通到樓上啊 好的 結論是這個區域只有很多的鐵礦跟煤礦 跟旁邊這邊大同小異 但是這邊看起來也有一條路啊 所以 我們往上挖好了 OK 我們挖上來了 看一下 好恐怖的區域喔 這區域要是樓上有苦力啪出現的話 我也是掛 啊 這是樓上嘛 喔 好大喔 天啊 這個地方真的太恐怖了 不是我在說 真的太恐怖了 這樓上也有區域啊 還有更樓上的區域嗎 好像沒有了 這邊有一條路 我可以 丌石頭過去 OK 我丌過來了 然後 我想在這附近插個火把 太危險了 然後這邊 喔喔喔喔喔喔 喔喔喔喔喔 ал… 嚇到我了啊 吼嚇到我了啦 你這隻 臭蝙蝠 嚇死人了 你... 你把我三分之一的壽命給嚇掉了 你知道嗎 嚇死人了 天啊 嚇死人了 真的嚇死我了 真的 哇 這邊更大捏 哇 欸 那個是 喔 歷史啦 然後我看到一個青金石 好大喔 這裡太恐怖了 越來越大了 我覺得我探索不完欸 我先探索這條路好了 好的 我發現這裡只是一灘水跟黑曜石而已 對 底下是黑曜石沒有錯 所以 這裡其實也沒什麼 就是一些煤礦跟鐵礦而已 真的是齁 好啦 那我們等一下就準備回家吧 那我應該私底下 預計會在自己家 底下再把那個 地下室給挖更底下 看能不能挖到鑽石之類的 這樣會比較安全吧 我自己家底下應該不會有這麼大的礦洞吧 就一般的就好了 我不要礦洞啦 礦洞太危險太恐怖了 你看這樓上好像有路欸 好的 樓下這兩個地方我全部都探索過了 一樣就只有鐵礦跟煤礦 還有一些些水而已喔 所以其實看起來也不是很重要 又是討厭的蝙蝠 我來找回家的路在哪裡啊 呃...我好像迷路了 欸 回家的路咧 啊應該在比較樓下 這裡啦這裡這裡 這裡才是回家的路對不對 欸不對啊這裡啦這裡 對應該是這裡 啊對不起我走錯了不是這裡 好的我找到回家的路了 就是中間這一條進去啦 就是上面跟中間這邊 所以這邊進去之後呢 你就會看到吊橋了 啊不啊不是你啊是我 對不起你如果猜 你用種子馬開的話可能看不到這個吊橋 因為這個吊橋是人為座的 好我們要找回家的路 哇這邊真的也蠻多鐵礦的欸 然後這邊真的有點暗再插個火吧 我們直接從這邊跳下去應該很安全吧 嗯非常安全很好 只是損了點血 好啦那我們就準備回家吧 我看到光了 我們回到家了 喔我們已經經歷了一整個晚上了的樣子吧 應該是 好啦我們先走回家吧 今天的收穫大家看一下 29個青金石 37個紅石 10個金礦 一組多的鐵礦 還有煤炭應該半組多 然後兩桶岩漿很多的石頭跟礫石 好的我們的八十 不是八十 是八個熔爐終於有作用了 先來燒這個吧 然後這邊就燒 金礦 然後這五個其實我到時候再丟下去了 那我們先把青金石給放進去吧 礦物我先暫時丟這裡啦 到時候再整理這樣 好然後其實私底下我也贏了大概三隻羊回來吧 兩隻啦 然後他生了一隻羊 然後這個 牧場擴大了一下 那底下的話呢我把馬鈴薯給搬到底下來了 就是這裡 這裡馬鈴薯這裡 有沒有我把它搬下來了 好 這邊的 小麥我先收一下好了 OK我們收完啦 馬鈴薯私底下收好了 那 額 盾牌我先拿下來 OK 那 這邊的話 小雞場我也擴大了一點點 然後其實他們的生的雞蛋好像越來越多了 根本不需要種子 他們就可以 一直不斷的 生更多的雞了 對啊 我們先丟著啦 好 那我上去看一下我們的鐵礦吧 在這裡 應該燒的差不多可以再丟五個 然後我們的裝備放上去 那回到家了 就是要脫裝備啊 好好地休息了 好 那我們這集的影片呢 就先暫時到這裡結束啦 那如果你喜歡這個系列 或是喜歡這部影片的話呢 記得幫我個喜歡 或是訂閱 或是分享出去給你的朋友 或是同學們看 那如果更多人看到的話 我就更有動力繼續做下去喔 按了訂閱 也不要忘記按下訂閱旁邊的小鈴鐺 在我們每次上傳影片的時候 或是開直播的時候都會通知你喔 那我們下一集的影片再見囉 大家掰掰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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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以為可以拍照 ıl作字幕裡頭 為何等你感動的 又來一樣 之間 我們下集完 那過來 我們下集完